截至2023年9月27日17时 中国代表团在杭州亚运会奖牌榜上遥遥领先 奖牌总数124块 其中69块金牌 39块银牌 16块铜牌 2023年9月24日 获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冠军的礼宾节在展示奖牌 杭州第19届亚运会于2023年9月23日至10月8日举行 共有15个比赛日 本届亚运会的竞赛项目有40个大项 61个分项 481个小项 是摄像规模最大最多的一届亚运会 值得注意的是 非奥项目作为亚运区别于奥运会的标识 大多起源于民间传统体育活动 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和浓郁的地域特色 本届亚运会更是新增了滑板 霹雳舞 电子竞技等非奥项目 不仅增加了比赛的观赏性 也展示了亚洲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2023年9月24日 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 在中国杭州电竞中心开赛 每一场比赛 每一枚奖牌的背后 都凝聚着选手们的汗水和努力 杭州亚运会给亚洲地区带来了无限的激情 在全球范围内展示了亚洲体育的风采 然而亚运会值得关注的不仅仅只有奖牌 赛场内外同样精彩分成 2023年9月22日 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席欢迎及升旗仪式 正式进驻杭州亚运村 2023年9月22日 中国香港亚运代表团团长霍启刚 在欢迎及升旗仪式上接受媒体采访 2023年9月23日 东道主中国代表团在歌唱祖国的音乐声中入场 杭州亚运会是继成都大运会之后 中国再次举办国际体育盛会 同时又是一次展示新时代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 与成都大运会一样 国内外的体育观众可以进入场馆 近距离观赏激烈的竞技项目 游泳 篮球 乒乓球等是开赛第一周最热门的项目 南方周末记者在场馆现场看到 有不少热情观众会提早两三小时就到检票口等候入场 而在网络上运动员们竞技技术 身材乃至颜值 气质 讨论热度在亚运相关类别中居高不下 每天晚上 前堂江边都会上演亚运会主题灯光秀 2023年9月24日 一位游泳运动员汪顺的粉丝 在游泳馆展示他为汪顺加油助威的海报 2023年9月24日 亚运游泳项目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激烈进行 作为第19届亚运会的主办城市杭州 也竭尽所能 让远道而来的运动员和观众感受到主办方的热情 前堂江畔的亚运主题灯光秀 每晚准时亮起 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看 亚运村的整体环境 住宿条件以及饮食安排 让运动员们和亚运技术官员们赞不绝口 媒体中心的饭堂 也让外国媒体工作者在连线直播时称赞连连 2023年9月25日 乌兹别克斯坦老将邱索维金纳 在完成跳马动作后 右手抚心向观众致意 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媒体人伊玛德丁说 这次亚运唯一的遗憾就是 眼看10月8日就是闭幕式了 亚运的日子结束得太快 2023年9月26日 中国乒乓球男团与韩国队选手 在赛后接受媒体采访